本節目是由破解版遊戲火焰騎士網贊助播出唷 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真相 台灣與中國早在蔣經國和鄧小平時代 就開始討論一國兩制的可行性 要把台灣變成一個隸屬於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就像現在的香港 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 一國兩制基本上是不會影響到台灣人民權益的 因為不論是在文化還有經濟上面 或是之前與他國簽訂的貿易合約都不會干涉 甚至還允許台灣擁有自己的國防 只是規模方面要縮小一點 這點可以說是比香港政府還要更優惠 但全世界並不是只有中國在搞所謂的一國兩制 事實上美國就是個一國多制的國家 只不過我們都稱為聯邦制 目前全球27個國家都是採用這種模式 而聯邦制的最大特色就是 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關係是平等的 各州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包括對成年人的定義 稅收的多寡以及犯罪的刑期等 簡單來說 只要你州政府的法律不抵觸聯邦法 那麼你想怎麼搞都隨便你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 台灣有沒有辦法套用在這種模式底下呢? 如果就理論來看 當然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 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所以各部門之間可以互相抗衡 但是中國是個中央極權國家 各部門都要聽黨的話 一切都是黨說了算 在這種模式之下 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一國兩制 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假設台灣真的被一國兩制 變成台灣特別行政區了 今天黨中央頒布了一套新法案 以後只要有人在台灣犯罪 那麼中國政府就有權利可以把他移交到中國本土 並由當地的司法機關來處理 但這條法案卻引發了台灣人民的不滿 理由是因為中國的司法透明度 是全球公認數一數二的低 這時候請教一下各位 當今天有數百萬台灣人民一起上街抗議要修法時 你認為這個台灣區的特首 是要聽人民還是聽黨中央的話呢? 如果他選擇跟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那麼他就違反了中央極權國家的一國兩制 但如果他選擇了黨好棒棒 反正黨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那麼他就違反了兩制的原則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還會天真的相信一國兩制之後 是台人治台嗎? 如果因此而發生暴動 造成警察與民眾起衝突 就大家對中共的了解 你認為他們會怎麼處理呢? A 因為此法案造成警民互相衝突 黨中央決定撤回原有意見 並向台灣人民道歉 還是 B 暫時撤回該法案 讓社會能夠先正常運作 並與台灣特首與各地委員商討後 再擬定一個比較不會引起民怨的法案 還是 C 只報導台灣民眾毆打警察的畫面 並指稱台灣人全部都是暴力分子 把所有矛頭都指向台灣人 挑起中國內地對台灣人的不滿 以上請作答 除了這些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個台灣特別行政區的特首 究竟要如何產生呢? 是要像香港一樣 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投票所產生 但是大部分的委員都是親中派 所以基本上誰當選都是內定的 反正這個特首只是個傀儡 也就是俗稱的假民主 還是要像台灣現在一樣 領導人是由一人一票所產生 我想我換個方式來說好了 如果台灣在一國兩制之後 還是用民選的方式來產生領導人 然後中共也不干涉台灣的經濟 文化法律還有自由之類的 徹底的實現真正的一國兩制 那我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話 跟現在的兩岸關係有何差別 那就維持現狀不就好了 反正世界各國也早就習慣那種 檯面上和檯面下的模式 也就是說在檯面上 中華民國是不存在的 全世界就只有一個中國 不過在檯面下 台灣人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到處在全世界通行也沒有關係 就連重大疫情爆發時 國際在檯面下也把中國和台灣給分開 這不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嗎 所以中共要的絕對不是現況 而是能徹底掌握實權的那種一國兩制 這樣對黨來說才有實質的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台灣特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產生 我想答案應該已經很明顯了 好吧 就算中共真的有誠意去解決這個 一國兩制和特首的問題好了 後面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對中共政府的信任感真的不夠 如果用1到10分來做評比的話 10分代表是絕對的信任 1分則是超級不信任中共 那麼台灣對中共政府的信任路 大概是-9000多分吧 舉個例子來說 1947年內蒙古與中共簽訂和平協議 結果後來產遭血腥鎮壓 1949年新疆與中共簽訂和平協議 結果後來也被血腥鎮壓 1951年西藏與中共簽訂和平協議 結果後來還是被血腥鎮壓 1997年中共和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並承諾香港回歸50年不變 不過在17年後也就是2014年 中共又改口說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 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 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 換句話來說香港的憲法大不過擋的一句話 2017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是公開宣稱 所謂的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歷史文件 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簡單一句話就毀掉了自己當初承諾的50年不變 所以一國兩制的重點 根本就不在於中共對台灣所開的條件有多誘人 而是中共政府能夠做到多少 還有更重要的 這樣的關係能夠維持多久 所以不要老是怪我們台灣人把中共給妖魔化 你們只看到中共對台灣的好 把台灣當成是自己的同胞 卻沒有看到私底下 中共是怎麼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的 我換個方式說好了 你會不會把3000枚飛彈對準你自己的同胞 然後還到處跟別人說 這個同胞整天把自己妖魔化嗎 再來那些整天說台灣在搞領土分裂 對不起中華文化的那些人 你們是不是都忘記了 當初只有一個中國 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是誰先開始用西方的馬列主義去搞領土分裂的 所以兩岸問題絕對不是只有表面上那麼單純 背後更是蘊藏著極多的政治手段 我並不是說一國兩制不好 只是它真的不適用於像中共這種中央集權的國家 最後我想補充一下 每一種政權都有它的優缺點 不可能會有完美的體制 就算有完美的體制 也必須要有完美的領導人 再加上完美的人民才有辦法運行 兩岸人民的最大差別在於從小對思想教育的不同 就好像有兩隻小鳥 一隻從小就被關在籠子裡 每天固定有主人餵 而另外一隻從小就被主人給放養 雖然它有固定餵食的地方 但是它也可以選擇去不同的地方吃東西 對籠子裡的鳥來說 能自由自在的飛那又怎樣 林北在這邊很安全啊 時間一到就有飯可以吃 又不用擔心會遇到獵人或是老鷹 睡覺也可以睡得很安穩 而對放養的鳥來說 我看到的世界跟你看到的不一樣 自由程度也比你高很多 我還可以看到我的主人和你的主人在做什麼 雖然平常可能沒有你安全 但是如果你的主人今天想要搞你 你可是連逃的機會都沒有 看完以上這些 你會發現兩岸其實根本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因為別傻了 我們都只不過是一群小鳥而已 只是兩邊的主人愛吵架 而底下有些小鳥卻笨到以為 它才是主人 咕咕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 我是Gio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Gio睡睡面 我們下次 見